此前我的同志在这里给大家播放了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办公室主任威尔克森 2018年8月的讲话视频 他毫不遮掩地表示 我们在阿富汗驻军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国新疆有2000万维吾尔族人 中情局想破坏中国的稳定 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中国的动荡 如果中情局能够利用好这些人 与他们一起不断地刺激北京 这样就无需外力 直接从内部搞垮中国 但这两则视频就是他们对新疆步步紧逼 朝朝下作的呈堂政共 就是美反华势力借涉疆世纪谎言 实施霍乱新疆 以将制华阴谋的有力证据 至于NED 谁都知道 它是美国政府的白手套 背后 背后由美国政府国会进行资金支持 我这还有几张NED组织的 支持东突分子的活动 这个从左边属第二个人 就是东突组织的所谓的头目 刚才我提到的 不过是美方系统性实施 以将制华阴谋 证据中的沧海遗塑 冰山一角 美方对新疆污蔑抹黑 请你们拿出证据来 美方毫无底线的编造涉华谎言 请你们用事实说话